現在我們手臂推到這個爐子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豬輪同時會碰到 就是做康勺後退的動作 現在這個位置的話是沒辦法做翻轉的動作 手動的話是都不會動作的 那一定要碰到後退低速線這個位置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康勺才能做翻轉的動作 就是說這個的地方一定要在爐子的位置 湯槽才能做翻轉的動作 如果高於爐子就是這個水平點 高於這個水平點就沒有辦法做 那個湯槽必須要不能動那才是正確的 不然在行徑當中很危險 你湯槽如果在動的時候湯會掉出來 目前你們這台機器就是處於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這個角度 這邊這邊就是爐子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在爐子上面做一個取湯線的位置 限制的線就是取湯線的位置 那現在這個手臂的位置就是在爐子上面的位置 待會我們會在後面裝第三顆凸輪 好我們要裝第三顆凸輪了 這是第三顆凸輪的位置 好現在我們做測試 倒湯 取湯 你給他取湯看看 我現在是湯槽取湯 倒湯 來再做一次取湯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講助湯 助湯 做一次取湯的動作 好 這是助湯 就是把湯槽倒到爐子裡面 好 做一次取湯 湯槽取湯 這是第四顆凸輪要裝的那個湯槽 就是水瓶 湯槽水瓶的位置 水瓶的位置 那後面這個就是第四顆凸輪裝好的位置 現在這個我們要做的就是第四個凸輪已經鎖好了 我們要做水 給湯塔水瓶的測試 現在我們的狀況是給湯機處於自動狀況 好 這是正常的一個動作 我們在測試水瓶 第二個我們裝掃刀的位置 就是湯釀線的位置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 它有百分比吧 有從零到一百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要把它調到最大量 調到一百的位置 這時候我們指針要 指到一百 那這個湯槽的部分 就是大概是這個位置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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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要下去 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 現在湯槽的位置 就是跟我們指標指一百 一百的位置 然後它大概位置就是類似這樣 這個螺絲跟這個螺絲 現在我們把這個掃刀 的位置調到去碰觸到裡面 微動開關的位置 對 對 從這邊上 找到微動開關 好現在 先 好 現在是自動整個給湯機動作的一個流程 它會先停一下 好給湯 取湯了以後 跑到這邊 壓住機旁邊 再來煮湯 煮湯又再回去 然後去那邊 它會速度會停下來 下去的爐子這邊 碰到湯液了 然後取湯 上來 好 湯槽回正 這是整個一個流程 是 修圓 那就是 其他部分 就要讓它倒後 我要去那一邊 那邊碰 碰那邊 碰那個 開盤 開盤 三粒 一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